蓝白集结 阿根廷试育赛来了 目前效力于欧洲的绝大部分球员都已经回到了阿根廷 而我们的队长也已乘坐私人飞机正在回国的路上 迪巴拉委托队友帕雷德斯借过对草旗帜 力求完美的小强要从头做起 久违的蓝白训练又一次让我们憧憬起美好的四星未来 距离世界杯夺冠已经快九个月了 大家的状态又如何 世界杯后蓝白球员进球榜的前三名分别是 第三名迪玛利亚与阿尔玛达并列11球 小蜘蛛阿尔瓦雷斯12球 老塔罗与梅西并列25球 9月8日阿根廷将在河床纪念碑体育场 迎来世纪赛首个对手阿瓜多尔 新的征程是队长继续扛起球队 还是中生代主力接管比赛 期待三星阿根廷的四星之旅